主持人沈玉琳在演艺圈耕耘超过30年 今年终于节目11点热炒店 与大党Melody入围金钟奖 沈玉琳表示这是她此生第一次入围金钟奖 尤其是可以和她仰慕的主持人吴宗憲 吴瓜一起入围综艺主持人奖 让她感到十分的荣幸 妈妈甚至打电话跟她说 我们家祖坟冒清烟 感叹自己真的是光宗耀祖了 今年已经55岁的沈玉琳 目前在台北市大职 内湖以及新北五谷等地 拥有自动房产和三台名车 手上的总资产超过一元 算得上是衣食无忧 原本可以选择退休赏福的她 却维持7天都需要工作的生活 沈玉琳透露之前她认为 努力赚钱的目的就是使人自由 但是现在坚持工作的她 单纯觉得有事做就别退休 因为退休了之后就只能在家休息 或者出门去旅游 99支记忆力就会衰退 人也会衰老的更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